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像法国女人一样宠爱自己呢 而我陪你一起享受每一个珍贵片刻 好好过周末 欢迎收听L Weekend 我的法式周末 哈喽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tanley 嗨大家好 我是热爱生活仪式感的糖果 还有呢我们今天邀请了我们的法式生活提案人 也就是Fabio 哈喽大家好 我是Fabio 哈喽你们 为什么我们有L Weekend这个节目 然后第一次要请到Fabio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今年要锁定就是法式这个主题嘛 那这个主题其实来自于就是 今年全球的眼光都会在巴黎 刚刚看到Fabio我整个就不行了 心花怒放了 会不会太帅啊 今天穿得超级帅 我这张穿是为了你们耶 还法式对不对 那你平常在法国是穿什么风格 要看天气 但是当然对我们说也是对自己一个尊重 尊重 然后就是喜欢啊 喜欢打扮啊 所以平常穿西装是很正常的 对很正常的 因为在台湾你穿西装大家就会问说 诶今天是要去婚礼吗 哈哈哈 除了婚礼外好像没有地方可以去 平常都还是会穿 对对对 所以出去约会也会穿 会一定 哦那感觉就是很很被尊重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心情上 当然因为你的约会对象这么帅 而且不管怎么样都很开心吧 因为我觉得台湾男生好像没有那么喜欢 就是在约会的时候盛装打扮 就可能穿得比较休闲 会吗 会带一些帽子啊 或者什么 我不会说带 其实因为台湾真的很 很热很潮湿 然后我可以了解 有时候你穿西装真的很 很不舒服 对 我昨天穿一个亚马的衬衫 想说好我去走一走 我后来的时候我去全奢 那你现在还好吗 那是亚马 里面是不是已经湿掉了 有缺人气 对有缺人气 但是我觉得其实 呃 我刚才有来多 呃 台湾人就是注重打扮了 嗯 对你看有很多就是 台湾的品牌做西装啊 就是很好看啊 那我觉得台湾的问题真的是太热了 就像你原本就想说好我今天要弄得很漂亮 然后就是弄卷法什么的 一出门整个就塌掉了 不然就是突然就是狂风暴雨 嗯 然后你就回了 对 所以就好像没办法 可以请教法比喻如何维持 就是一个很自在 然后很帅气 然后好像很有自己的节奏 就算今天头发已经被吹爆了 都没关系 那种感觉 没关系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还是有自行 然后我觉得 啊 反正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控制嘛 所以如果虽然的是天气热 你可以自己比如说 如果你很容易流汗的话 你可以身上有一个小的 毛巾吗 或者那种 一个布吗 然后就是给自己 喷雾啊之类的 就是维持香香的这样子 因为如果你流汗你会怕两个事情 一个是可能就是 味道嘛 对 那就是你可能有香水啊 或是你可以搬一些deodorant 那另外一个是 如果你怕就是 太流汗太湿 就是可以带一个一个小的毛巾 对 我觉得就是如果要有自行 你需要先了解自己 然后如果遇到这样这些状况 你要这么面对 那讲到约会 可不可以请法比喻 教我们一些就是约会的用语 就是法文 一些法文啦 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好了 比如说你好 我觉得大家虽然知道怎么讲 可是发音可能没有那么正确 对 对 你好 你好 那你来练习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开头要讲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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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好吗 你今天好吗 对 所以后面那个是什么 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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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好吗 你好 你好 好难哦 你今天好吗 今天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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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自信一点啊 我妈妈有自信的啊 那你再讲一次 你好 你今天好吗 今天好吗 今天好吗 哦 那你以为台湾人 就是第一次约会 你们会先说什么 诶 会常说 会说什么啊 会说什么啊 对啊 好像不会说这句 吃宝梅 就说 诶 诶 你车停哪 车停哪 就是 闲聊 然后说 嗯 今天好热哦 我觉得会聊天气 诶 会先讲说 今天怎么那么热啊 什么 哦 下雨好讨厌哦 这种的 就你不会先观察 关心别 对方 对不对 你是哪一种 我好像会问说 诶 那你今天在干嘛 你是说一坐下吗 就先问说 你今天在干嘛 会说你 诶 你从哪里来 哦 会说 可是那好像是 很不熟才会问 很不熟 都会问什么 所以 法国人一开始 就会先说这一句 就是说 诶 你今天还好吗 先观察就是 对方 然后对 对境好吗 然后 忙不忙啊 或是 对 而且那个 那个发音就是 很浪漫的感觉 对 就是立刻有一种 深情感 是法国人讲话 都这样吗 那你今天很漂亮 怎么说 好像真的很美 谢谢 那今天很帅 要怎么 怎么讲 后面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要问说 诶 你快点问啊 问他那个 今天约吗 约吗 约吗 是什么意思 约吗 就是说 诶你 法国人不会这样说吗 就是说 要不要出去约会 或者是 今天要不要 约去做 奇怪的事 我们会说 我们要喝一杯咖啡 这就是要来喝咖啡 就是会有一个明确的 就是说 要不要喝咖啡 我们是去喝一杯咖啡 或者 所以约会大部分做的事情 是喝咖啡 所以喝咖啡在 法国人的生活中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嗯 比较好聊天 去喝咖啡就是 意思是说 我对你有兴趣 对你有兴趣 或是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些事情 哦 对 那 因为当时我们去喝咖啡 不是去一小小而已 只是去走 然后就是 花一点时间 多久 会三四小时 没有这么久 老板会不开心 哈哈 那我老板也会不开心吗 当然啊 不是就是说 时间啊 工作当中 去喝咖啡 就点几个吗 有大概 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对 是在工作的期间 所以老板才会不开心 如果你喝太久的话 所以其实 你看一杯咖啡 一个咖啡 break 一杯咖啡大概 大概一百一百块台币 差不多 如果你去那边两个小时 老板会不开心 哈哈 咖啡店老板 咖啡店老板不开心 他以为是那个 上班的时候 老板会不开心 哦 咖啡店老板会觉得你坐太久 对啊 也是有低消的那个 你要再点一杯 没有低消啦 但是老板会 会有一点生气 所以在店里面不要坐太久 也是一种礼貌 法式的礼貌 对对对 差不多一两个小时就要离开 因为我觉得法国人就是 我觉得台湾人很羡慕 法国人就是有一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 很自在啊 然后都很有自信的那种感觉 法比奥自己认为 台湾人有什么独有的魅力吗 就是法国人 没有但是台湾人很有的 你自己觉得 还是问说 你的另一半 就是当初是什么 什么点魅力吸引你 他有跟法国人很不一样的特质吗 嗯 我会觉得法国女生是比较有距离感啊 你要真的要慢慢认识啊 那我知道这是 台湾女生是比较容易当朋友 一开始就是 因为台湾人很热情嘛 不管是男生女生 从一开始第一次见面 就是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然后就是会觉得 可以变成好朋友 对 的感觉 可是在法国是不一样 我们会保持距离 所以如果你真的对一个人有兴趣 你真的要 花很多时间就是一步一步 嗯 跟他当朋友 对 可是我在跟台湾人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当朋友 嗯 对 你懂我的意思 懂 就是台湾人比较没有那种距离感 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 很快就可以打成一片 对对对 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比较好亲近 是的 对 没错 法国人就是你要喝五次咖啡 才知道他的星座 这样 花很久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跟他聊星座 他会让你很奇怪 真的吗 法国人不聊星座的 不聊星座 那你们聊什么 聊什么 就是去了解对方的时候 会用什么方式 比较快速了解对方吗 我会先了解他的兴趣是什么 嗯 对 看看就是你跟他 有没有 一样的兴趣 然后就是 对啊 比如说 就是有空的时候 喜欢做什么 喜欢去哪里玩啊 或是 最近有去哪里旅行 对 或是 喜欢听什么音乐 有没有去参加什么 艺术展览啊 或是 对 但是台湾人好像就是 要认识对方的时候 就是会先问说 哎 你是什么星座 对 用这种方式来快速认识对方 对 但我觉得也 其实因为我已经来台湾很久了 快快13年 所以现在 我懂这个问题 然后我真的觉得 星座真的会 你 如果你真的了解星座 你会对这个人有一个 呃 一个大概的 想法 嗯 对 然后你 因为有时候你 如果你不知道星座 其实我到 对星座其实很不太了解 但是 有时候你看一个人 然后可能他没有很 他比较是内敛 然后比较不容易说 说话 然后有点害羞 然后 你可能会觉得他有距离感 还是他很冷漠 可是 他可能是 其实因为他的 他的个星座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知道星座 你可能比较容易 呃 了解对方 对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知道这个人是这个星座 你可能就会觉得 哦 他做出某一些行为 也是蛮合理的 你就不会 觉得好像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哦 原来他是这个星座 很快的可以认识对方 了解对方 我也没有很喜欢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 不管你是什么星座 大家都是很独特的 嗯 然后我让你自己的 经验啊 故事 然后 长大的方式 一定有影响你 对 然后我让其实你过一个年纪 即使你的星座又在改变 嗯 所以 我没有很喜欢 啊 水冰座 因为我是水冰座 嗯 你就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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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我说 有一部分对 有一部分不对 嗯 我觉得法国人跟台湾人有就是文化茶艺上面聊起来很有趣是因为他们很很在意个个体上的完整 嗯 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怎样子的一个个性跟他有什么样子的经历跟背景很重要 那台湾可能就是觉得啊我们都可以先聊一个大概的一个范围 对对对 巴黎奥运在做就是如火如荼在准备要展开 然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用八个主题来带入就是我们生活的提案比如周末可以干嘛 嗯 然后我们对巴黎跟法国人的想象有什么跟实际上有什么差异 然后有什么跟台湾的这个风格跟可以做一个对比的 对 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很蛮有趣的切入点 前一阵子我们在社群有问就是我们的观众一些问题 那可能有一些呃那个读不者回的问题就是让我们还蛮意外的 譬如说我们问他们说哎想到法国想到什么 但有人就说他们想到赛车跟赛马 OK 对因为这真的算是大家比较不会一开始想到法国的时候先想到的 大家可能会先想到巴黎铁塔想到很浪漫啊 想到马卡龙啊 银排啊对 结果大家回答赛车赛马真的是很惊讶 所以赛车跟赛马其实在法国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吗 对我觉得赛马跟赛车是法国离世很重要的一部分呢 嗯对最重要的比赛东上都在巴黎嗯 可是我是南法人那南法就是突鲁斯我的家乡 也有一个叫做一铺多吗 一个呃塞马的一个 嗯 爬马对不对 这是爬马吗 爬马场 对爬马场 啊 我只有去一次对igu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喜欢骑马 所以其实我对马其实还蛮了解 因为 有一段时间我想要当 我想要当 阿 马的骨客 骨课 骨科 骨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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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马匹 哦 我大概十二到十四岁的时候 所以我开始连救很多就是一些麻的一些 比如说肌肉啊还有就是状态 然后我可以就是有一点感受到麻的心情 就是麻其实是非常的有可以跟人共鸣嘛 对不对他很敏感 很敏感非常敏感 然后因为我小时候骑麻 其实我还还没走路 我已经可以开始骑麻 我跟我爸爸骑麻 好厉害哦 对所以其实骑麻在我们法国文化其实还蛮 呃还蛮重要的 嗯那呃你有 呃塞麻 对然后有有那个dressage dressage是你怎么控制麻 嗯还有一些呃 Polo 比较少Polo是比较少英国的 呃但是就是小孩还蛮还蛮喜欢的是小时候就是去骑麻 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能 负担 负担嗯 但是你去比如说 你想想你去达安神力公园呢 可能会有一些小麻 然后你可以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去那边 然后做做一圈呢 哦可以这样开始 接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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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的文化的活动 所以他其实算是一种休闲娱乐 对对对对对 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可以做的一个活动 是的 所以这终于开始从那个middle age嘛 只是在法国所有的农夫都会有麻 为了做一些呃农夫的工作 嗯对 耕田什么的 对耕田 那比较 呃 比较 国王啊 国王啊 然后这些duke 都会有麻 就是为了呃 呃 就是 交通 交通 对对对 那他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很上流社会的一件 好像是从那个路易十四嗯对 有开始就是自己设定一些呃一些比赛 对 然后呃 因为那时候我应该是对有钱人其实没有太大的乐趣啊 所以对他们说是是变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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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兴趣 他们会办一些一些这样的赛马比赛嗯对 那未来是因为法国啊 英国 还有呃 后面是美国 他们开始大战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有competition 所以这个会会开始就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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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比较比较比较 national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像你爸爸小就在你小的时候都会去赌马 其实赌马是不是也是蛮困难的 因为你要非常了解每一匹马匹他们的特性 然后他的个性还有他的数据啊 比赛的过去的成绩什么的对不对 对其实那个如果你开始了解赛马其实还蛮还蛮复杂的 嗯 比如说你去看这些比赛呀这些嘛呃第一个他们大部分他们的呃嗯 品种 哦 品种 是叫做PureSung PureSung PureBlood 哦 那其实原本这个不是 它不是一个品种 它们是一个算是混血 嗯 对 它们是 特别做这个品种为了塞马 哦 它们是特别去配种 然后让它们成为某一种 血统的马屁这样子 它们是拿那个好像是阿拉伯 阿拉伯马 跟英国马 哦 的品种 混在一起 去做这个PureSung 嗯 对 那塞马的马 就是 它有它的owner吗 它的主人 对 OK 那其实塞马也是一个一种 投资的方式 所以你有很多就是有钱人 他们会 呃 去赌一匹马 嗯 所以有一匹马 然后 you have the trainer 嗯 所以 呃 每天都会叫他 然后训练他 对 所以这个是要看 但有一些呃 trainers 他们很有名 他们是教练嘛 好 然后有那个 jokey 嗯 jokey是那个 就是训马师 训马师 骑士 骑士 OK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的 这个在法国有一些学校 你特别去读这个 嗯 对 哦 特别的专业 就是 就是骑马专业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文化 对 不是 这个算是一个运动的 运动的 嗯 就是有职业骑士 所以他们会去读这个学校 对 对 所以其实 赛马是还蛮 还蛮复杂的 所以你会看这个 这个马 呃 owner是谁 嗯 然后 他的教练是谁 是不是很厉害 这个教练 之前 有没有 就是训练一些厉害的马 然后 这个 jokey 这个 jokey 有没有赢到一些 比赛 比赛 然后 这个马 本身这个马 他的爸爸 或者妈妈是谁 哦 对 血统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去 了解这个 其实 呃 我都还蛮有趣 因为 你去看一些传统的咖啡厅 会有一些老人 然后就看保质 然后喝看这些 然后他们会 比啊 然后对 他们会比较 然后 对 那爸爸有赢钱吗 我也不知道 哈哈 可是我记得那天 其实我还记得 那一天 就是我跟他去 然后 然后 通常是礼拜天 对 然后去那边 然后 其实 塞马之前 呃 他的脚脸 会带 呃 他们会带 那些马走路 嗯 让大家观众看看 嗯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这个马 有没有紧张啊 有没有累 有没有 有没有精神 精神啊 这些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跟我爸说 这个应该第一名 第三名 第十名 那你可以选 你要 你可以选 呃 第一名是谁 或者第一 第二 第三 那是千五名是谁 嗯 有很多方式可以度 对 嗯 那时候其实我记得我们 我们赢大概一万多块台币 对对对 那也很多 对对对对 不错 好好玩哦 然后我就要去嘛 然后我就要去那一次而已 可是呃 我去年去香港的时候去拍一个外景节目 嗯 我们就去拍嘛 然后很好玩 非常好玩 现在觉得更有趣了 对 因为刚刚还有讲到另外一个法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赛车嘛 其实我觉得女生还是只有我自己 我想到赛车只会想到很帅的赛车手 哈哈哈哈 太肤浅了 就想说我算赛车手是不是都年轻然后又帅然后身材又很好 不知道这是我的偏见 不是是不是 哈哈哈哈 也有也有胖胖的 然后 可能是因为你最近在看F1 对 然后Charlotte Clair其实很帅 对 然后有身材很好 所以就是你知道想到的是 其实法比喲身材也很好啊 法比喲身材是好的 超级好 而且法比喲之前也有开过赛车 对 你之前也有开过赛车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好像今年前我被邀请去泰国的那个赛车场 然后呃 那时候我们开 Porsche跟一个F3 嗯 那F13 那他们应该那时候有有调那个速度嘛 他们不能让Roman去太快 对 啊平均大概130公里 但是最最最多是大概160 嗯 在那个straight line 对 很好玩 很刺激 对 那你坐在里面的时候是会有那种觉得 所有的感觉都被放大了 然后很像比如说速度也变超快 然后你的触感啊什么的 都变得很强烈那种感觉吗 你有去去go kart吗 有就是卡丁车那种 对啊 可是卡丁车很慢耶 还好如果你去桃园那边其实还蛮快的 哦也有快的 对 有不动的速度 对 那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对 如果你中的那种speed 然后呃 是不一样 因为 你在路边就是说你不能这样这种感觉 因为安全的问题嘛 可是在那个塞马场就是 真的是一个 不是塞马 塞车场 呃 你对有一种自有的感觉 很很兴奋了 对啊 我印象中赛车的时候是金兽型的 就是他可能不能太练太壮 嗯嗯 他的重量可能跟他的performance有关系 对 可是像发表你练得很壮 对 你刚刚不是说那个 哈哈哈哈 你刚刚说要CUE这一趴对不对 我没有在塞车 我没有在塞车 没有在塞车 没说太壮的人就不能 但是会不会你当初其实很壮 然后塞到那个 要进去那个塞车的时候 不要 塞车空间 有一点紧 有一点紧 有一点空间 对 那个空间有一点紧 那种F3 呃 的空间其实还蛮 还蛮小 还蛮小 然后你看我不知道 我还蛮喜欢看Netflix的那种 Formula 1 哦对 然后有时候他们会分享他们 他们的是训练的一些方式 嗯 那F3 F1真的是一个很 Extreme 对 因为他们的输入就是200 平均是啦 2003到2006左右 真的很对他们 F1赛车电影就是玩命的 就是里面是 你很容易就是 你会 有很大的crash 或是对 对 会出事 就是生命安全也是有一点危险 对对 很精彩啦 就是肾上腺素狂飙 那在发表为什么这么有名 是应该是 因为从一开始 好像是不是第一台车是在法国 是法国 法国发明的 第一次比赛 汽车的比赛 汽车好像是在法国 对 到从法国开到卢王 那其实那时候 呃第一次的比赛 但是不算是一个比赛 那时候好像他们 只有一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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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只有一台车 对 然后后来第二年他们搬了 好像有七台车 可是他们每一台车 只能 开到同一个速度 然后要看 谁会骑得比较快 因为那时候这些车子只是 呃有两种不同的engine 比较性能而已 是不是 因为每一台车 它只能开到固定的速度 所以只是比车子 谁的车子比较好 对 嗯 对对对 呃好像真的第一次比赛 他们从巴黎到博多 嗯 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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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西南部 嗯 然后当然就是 赛车 有帮忙的是把那个 车子的那种 industry 发展 发展 因为他们赛车的时候 他们可以就是 试着一些新的一些engine 一些配件啊 一些对 所以到现在其实 像 现在最有名的那个 赛车场是 Lumont 嗯 每年都是24个小时吗 对 那我小时候 一直听到轮忙 为什么是因为我妈妈 他年轻的时候是当模特 嗯 然后他被邀请去轮忙 就是因为那时候会有很多品牌 对 不管是香槟啊 或是一些衣服品牌啊 或是当然赤子品牌 然后他们 是非常非常大的活动 嗯 所以赛车到现在 其实 在法国的一般年轻人 或是新世代里面 也是 蛮被关注的吗 一般一般 一般一般 跟赛马一样 你每天会听到 嗯 因为每天看新闻 如果对比如说你听 呃 运动新闻 我们一定会分享 呃 那种 赛车的新闻 嗯 因为除了 racing on the road 呃 在欧洲很盛行的活动 现在world champion 荷兰人啊 嗯 对 所以你到现在还会去 就是看赛车吗 我从来没去看 哦你没有去现场看 对 因为真的是要去一些特别的地方 那我家乡那边 南部就比较没有这个 这些活动 对 虽然就是现在那个 french circuit 是在 靠近 尼斯那边 嗯 对 然后没去看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讲到 就是巴黎啊 大家都会想到有一部剧 就是艾蜜莉在巴黎 之前很红嘛 然后呢 就是会想到说 像艾蜜莉一样 要去打卡一些景点 那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就是 要去左岸喝咖啡 嗯 然后去什么花神咖啡馆啊 之类的 因为刚刚有提到嘛 其实 法国是非常非常多的咖啡厅 对 非常多 所以在法国的咖啡厅 跟在台湾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第一个是 我们有很多户外位置 哦对 对 那是因为天气很舒服 因为台湾没有要坐外面 对 外面会疯掉 又热 然后有时候会突然下雨 之类的 然后我们会知道 你去喝一杯咖啡 是有一种 把身后放慢 放慢的 身后步骤放慢的 一个方式 就是 你有一个小时去那边 吃喝一杯咖啡 可以 喜欢看书 可以看书 想要跟朋友聊 想要 或者想要看 呃 路人 嗯 都来过去 都来都去 就这样子 法国的咖啡厅的 户外位置 都是完全对外面的 对 就是没有 这样两个人 互相看的 会有会有 一定有啊 一定有 为了位置 为了控制 那个位置 但是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法国人 当面会把那个椅子 移过来 然后放在 放在旁边 平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坐在旁边 这样子 看路人 对 那如果跟朋友去也是 不是约会哦 就是跟朋友去也是 并坐吗 两个人会 三个人 就是后来 可能老板会出来 然后会觉得 不要再移动我的椅子 对 哈哈哈 可是可是为什么会 并坐是就是自己 就是有就me time的概念吗 就是放松 享受 阳光 阳光 然后享受的是 对面的生活 对 一种气氛 很relax 对 你不然就是你跟朋友聊天 你应该一个小时更大 但是台湾就是这样子啊 你们都在看手机 还有工具就是看电脑 你们都在看对方 你们都在看换手机 没有我们在拍甜点 就是甜点上桌之后 要先拍一下 然后拍完之后要修图 修完图之后要po文 好忙哦 你是职业病 所以完全没有在享受当小 没有 好难哦 要怎样享受 你是说就是真的看户外 然后这样 没有我就觉得 真的手机真的是 一个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糟糕的发明 真的啊 你给我把你的手机丢掉 把你的IG帐上删掉 OK 你看你去旅行 你看一个风景 哦第一件事情 哦放一个story 跟大家分享 你还没有自己 好好感受这个地方 或是跟你身边的人感受 你已经要跟大家分享 你去跟朋友去咖啡喝 喝一杯咖啡聊天 第一件事情 啊拍甜甜 分享 然后 再找下一间咖啡 是不是 拍跑行程 对啊 那我不会说 法官不会 现在这些年轻人 都在我花手机 然后 但是 像我的年纪 的人 是我们小时候 还是没有手机的 没有手机 的经验 我们还是会 激到这么享受当小 因为我觉得法比尔 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 懂不懂的享受当小 是不是就是 法式精神的精髓 其中之一 对啊 可是要如何啊 就是 譬如说 我觉得我们好像很不懂的享受当下 可是要如何享受 就是那个how to 是怎么样 嗯 就是把你手机丢掉 哈哈 你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 这个是个tips 这个是个tips 抛下手机 然后就是非常专注于你现在在做的事 可是我 我真的觉得我被台湾 被台湾的生活影响 嗯 步调比较快 对 步调很快 然后觉得现在很 我现在 重新开始学习这么 把生活 放慢了 嗯 然后把有时候把 工作的事情啊 烦扰啊 这都 留在 旁边 然后好好享受我的咖啡 或者是我的餐啊 或者对 对 要先把 所事先lock出 嗯 就是有意识的排除 所以你会自己特别 就是比如说 今天就决定 好我某一个时间 我一定要放下这些事情 我来好好享受一下 比如说 打开我的电视 然后好好的 就是给你自己一段 me time 这样子 是你会做的事情 一定的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现在 你刚刚说 身后不做很快 嗯 然后我相信大家对 自己的工作啊 家庭的责任啊 很有压力 对 还有自己的梦想 可能就是 有一些目标 想要得到 所以会给自己 很多的压力 对 所以找到一些 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一个是很重要的 嗯 像有时候 我会 跟 身边的朋友 就是推荐 你现在了解 你每天做的事情 有什么事情 让你很快乐 嗯 比如说你早上 花了一个两个小时 跟你的家人 一起吃早餐 是不是很快 对我来说 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 对 或是 昨末的时候 你可能就是 你UberEats一些 可是你喜欢的一些 吃的东西 开一个Netflix 看一部电影 跟你另外一般 看一部电影 是不是很快乐的 一件事情 对 或是你 一个早上去爬山啊 或是去公园啊 是不是 我认为你需要遭到这些 小时刻 小快乐的时刻 把这些 累积起来 对 所以 就是 你自己也会 特别安排时间 比如说留给家庭 留给另外一半 这样子 就是好好去享受 这个时光 不会让 生活被很多工作 跟压力填满 我会热度来说 特别是在台湾 很重要 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要比较 台北跟法国 当然台北没有 这么多东西 可以这么多事情 可以做 偶尔会有一些 艺术展览 偶尔会有一些 比如说 舞台剧啊 去看电影 或是你去 比如说我还喜欢去 有时候花山 有一些 展览 麻吉麻吉原山那边 有时候会有一些 market 还是有一些 小活动 可是当然在法国 更多 然后因为 好像 Paris 是 number one city with number of visitors 很多的游客 所以每个礼拜 有不同的活动 所以 巴黎人 当然会有 这个习惯 礼拜五 晚上跟这个 一群朋友 去这个酒吧 集合 吃tapas 一些小菜 喝一杯酒 然后 而且 夏天 天亮到 大概十点 非常舒服 对 你晚上 你可以从五点 你下班 五点到十点 都在 一个咖啡厅 喝吃 聊得很开心 对 跟台北 当然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比较 台北都是百货公司啊 对 台北的 呃 餐厅室内 我还是会去找一些 地方有户外的空间 因为有时候 天气比较亮的时候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对 刚刚 巴黎人说 tapas吗 tapas 就是那个是你们在法国就会讲的字吗 对 可是他是不是西班牙字 西班牙文了 可是法国人是不是有 自己的字在讲那个小菜 还是 法国也叫tapas 到我们说tapas 对 tapas是现在很流行 因为 对对对对对 这间 算是我们的 料理文化 嗯 一人一道料理 对 可是 我们被 西班牙影响 特别说我在南法 所以 很流行的是大家一起聚会 然后一起分享 一起share的 对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就是 会在 比如说在巴黎 大家就是会约去咖啡厅啊 享受那种时光 那你自己有没有推荐什么巴黎 昨晚的咖啡厅可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去那边旅游一定要去的地方有吗 因为地方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走进去任何一间都很棒 是不是喜欢吃甜点 比如说喜欢吃甜点 在那个 Ile Saint-Louis 在 Notre Dame 而且 Notre Dame 马上快开好了 有一个 Pierre Hermé 大家都知道因为 Pierre Hermé有开店的 对在台湾有开 可是在台湾上都是 Macaron 对 可是在法国 它的甜点 真的非常厉害 现在的 最新开的一间 它有卖 可颂 然后也有卖 一些棒蛋糕之类的 甜点是 有厉害的地方 对 Yle Saint-Louis 当然是Macaron 最厉害 跟它的甜点 可颂 我会去别的地方 OK 可颂算是面包 不算甜点 一定很好吃 对 但是每个人 有在自己的 厉害的店 对 那譬如说什么甜点 它有一个 一个Vanilla 香草 Parte 叫Infinement Vanille 听起来就好好吃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它又 它一个是一个 Fu-Penzi Macaron 然后里面是 Lychee 跟Fu-Penzi Cream 它的马卡龙 真的超级好吃的 因为前一阵子 它开幕的时候 有去 我想说 哇 太厉害了 我不是很爱吃 马卡龙的人 所以我还好 但是我对甜点 像那种Flam 嗯 Flam 好像你们 中文是翻译 布丁 但是布丁它 舒服嘞 舒服 布丁 布丁牌 布丁牌 对 Yan Couvreur 在Le Ma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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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区域 我需要那个AI 帮我翻译一下 我跟你说 其实我现在正在做一个 一个新的APP 我自己在 你正在做一个新APP 对 因为 巴黎好地方太多了 对 餐厅有 好像有一万五多餐厅 可是你去那边 要怎么选呢 有一些 米西林 新的餐厅 很厉害 有一些小吃很厉害 有一些 咖啡厅很厉害 所以我们现在 其实我们的 都把这些资料 全部放在一起 然后我们再看 所有的 我们有一个软体 可以看所有的review 跟所有 每一个杂质 我们有看L的杂质 对 比如说L在法国 会找上房子 比如说 巴黎最好吃的 十家咖啡厅在那里 或是十家甜点 或是 餐厅 把所有的资料放在一起 对 然后我们做一个selection 然后巴黎前 第800 一定要去的地方 我们就全部放在一个APP上面 然后大家都可以去逛逛 这很棒耶 因为我觉得 就是由法国人来推荐我们说 巴黎现在最值得去的地方 是哪里 那我们每次去旅游的时候 就不会无头苍蝇这样 而且现在你去Instagram上面 其实大家都变成一个美食网红 对 大家都在放 然后你不知道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吃 对 或是有的只是照片 大家很会拍照 没错 拍得很漂亮 但是有一些美食部落格 或是一些杂志 或是一些 比如说 有名的厨师推荐的地方 嗯嗯嗯 这个是一定不要错过的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launch 这个APP 在应该是7月14号 我们希望是巴黎奥运之前 哦 所以很多游客在巴黎 因为我希望这是给 给买给 发这些游客的 那这个APP的名字叫 Collection Collection Paris Who's it K 哦 好 我有一个私人想问的问题 你对于大家最近把可颂压扁有什么想法吗 什么 哈哈哈哈 甜可颂 法国人不是都很喜欢吃可颂吗 那最近有就是流行一种甜点就是把可颂压扁 然后变成扁的可颂 甜可颂 哦然后是脆脆的吗 对 对 我很想吃 你会想有兴趣哦 我会有兴趣啊 所以法国人不会生气 哈哈 我觉得这些美食都是这样子 需要自己做一些新的创意 对 把美食 用不同的方式发阳光大 对对 对 对 所以法国人是不介意的 不介意啊 其实现在很多法国人在吃一些 美国发明的东西啊 或者一些 呃 一些有名的厨师在那边做Fusion嘛 Fusion之霸 传统的发射料理 跟一些比如说日式啊 或者一些别的音像 就是交换 对 是交换吗 就是融合 融合 对对 对 对所以我 我只想 想吃吃看了 真的啊 对对 那最后请法比奥给我们的读者一个周末的推荐 你觉得周末一定要干什么 一定要干什么 对 或是你自己周末一定会做什么 因为工作的关系 有时候我没有做梦 有时候是 这个周末就是要去工作 像这个周末我还去演舞台剧 对 呃 所以有时候我的周末是平日的时候 但是我尽量礼拜天 这是假听的一天 嗯 所以是早上 真的 希望是跟家人一起吃早餐 对 我会订呃 比如说麦克罗桑 不知道有没有人是麦克罗桑 麦克罗桑是大安区的一个一个 很有名的面包店 就跟法国一样好吃 对 就跟法国一样好吃 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你觉得周末其实最棒的就是留给你身边重要的人 对 一起吃早餐 然后可能去公园去做一桌 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活动可以去参加 或者是呃午餐 呃 一起一起做一个料理 或者去你想吃的一个一个餐厅 嗯 对 然后通常下午是呃 宝宝去睡觉 然后爸爸妈妈也休息一下 对 睡个午觉 睡个午觉 很重要 这个也不错啊 对 对 我觉得睡个午觉其实周末很重要的活动 必须要睡 对 因为就是有时候就是周末不一定要做什么 就是觉得 回到自己 嗯 回到身边的人 无论你整个礼拜可能工作很忙 所以后步骤很快 那周末的时候 尽量就是把手机留在这里 然后不要看视讯 然后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自己跟对方 嗯 对 就是最棒的 是的 对 那最后是不是请法比尤叫我们一句法文 就是 就是拜拜再见 拜拜再见的法文要怎么说 好无聊啊 好无聊吗 有没有特别一点或是比较新潮的讲法 下次见也是 阿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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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pi pit 很快见 很快见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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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 跟他们再见 对 可是跟观众可以说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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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好 好 好 外面只在笑我们 我们看起来很蠢 我们是不是讲的很不标准 很标准 很标准 好 那我们一起讲一次好了 要不要 好啊 一二三 阿贴压 好的 今天的L Weekend呢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那想知道更多相关资讯 可以关注L的官方各频道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请多订阅分享 按赞留言 祝大家都有个愉快 跟浪漫的周末 阿贴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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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订阅 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